我覺得保養可以幫我們做到 大概就是好的保濕 如果我們可以讓皮膚變得比較水嫩 含水度比較高 看起來自然就會有一種提亮的效果 就可以改善我們這個黑眼圈部件 就看起來不那麼明顯 對 沒錯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柳燕 嗨 大家好 我是黃茗銘醫師 這一集我們要聊什麼呢 我們要聊黑眼圈 男女老少都會遇到的問題 而且從年輕到你可能很瘦很瘦的年齡 都可能出現黑眼圈 那黑眼圈呢 到底有分哪一些類型呢 臨床上大概可以把黑眼圈分成三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的黑眼圈叫色素型黑眼圈 這就是這個地方有特別多的黑色素層 幾乎有斑點的形成造成的狀況 第二種型的黑眼圈叫做 血管型黑眼圈 主要就是來自於我們的眼周 或是鼻周循環不好 比如說有人他有這個鼻子過敏的問題 那就可能會導致這個地方的血液 容易淤積看起來就會藍藍黑黑的 第三型的黑眼圈就是 所謂的凹陷型黑眼圈 主要跟我們的一個先天骨骼結構有關係 有的人他這個地方呢 他這個先天骨骼比較厚縮 或者是他因為老化的過程當中 這個地方脂肪膠原蛋白流失了 所以會產生凹陷 跑出所謂的眼袋或淚溝的狀況 針對這麼多的黑眼圈 到底還有沒有救 醫生你自己覺得呢 像是色素型的黑眼圈 跟色素沉著的關係 很多人他們在眼部彩妝 上妝以後卸妝卻沒有卸乾淨 其實你的眼周 你只要局部的用這些局部性的 卸除的產品來處理就好 然後其他全臉呢 大面積的用洗臉產品來做 你會減少你臉上的一些呢 色素沉著的地方 我們用的這些不脫妝的東西 其實就只是在你的眼唇周圍而已 而且它也不是大面積 所以你真的只要局部卸就可以了 有沒有什麼樣的療程 或什麼樣的治療方式是可以改善的 其實卸妝卸乾淨 防曬很重要 它會避免一直長斑這些事情 好 請問臉上的防曬跟眼部的防曬有沒有一樣 其實是可以使用一樣的 但是我們會發現 有的人在用某些防曬品 他會告訴我說這個防曬品很熏眼 那就要很小心 它裡面是不是添加了 比較多的一些容易揮發性的成分 酒精之類的 就有可能會導致比較容易熏眼的狀況 這是要特別注意的這樣子 但原則上的話 全面使用防曬品是可以一致的 但有些人的眼周就特別的敏感 如果有些他的眼周皮膚特別敏感的人 我們在挑選這些產品的時候呢 就可能要盡量不要添加有香料色素 或是有添加酒精這些東西 避免對這些皮膚周邊的皮膚形成刺激 那第二種呢 血管型的黑眼圈 血管型的黑眼圈呢 就是要加速我們周邊的血液循環 有鼻子過敏的問題的人 可能要尋求耳鼻和科醫師的協助 去處理好鼻過敏的狀況 那如果你是用眼過度的人 比如說你要一直看手機看電腦 你要減少使用這些電子產品的時間 那另外也可以做一些眼部周圍的溫熱服 來加速這個血流循環的方式 不知道老師你有沒有什麼獨特的一些按摩手法 可以教大家 那大家都知道現代眼都是呢 3C的重度使用者 眼壓其實也會造成呢 我們整個眼周循環不好 所以你不妨呢 針對眼周的幾個血點呢 按個它幾下巴 讓它的循環好一點 那比如說在我們的眼頭呢 有一個叫精明穴 眉頭呢 有一個叫輾竹穴 眉骨下方呢 叫做絲竹空 瞳孔的正下方 像這裡有一個叫沉氣穴 利用你的指腹 那你就只要做螺旋狀的按摩 可以由你的眼下開始 然後從外到內 開始做循環按摩 然後延伸到上眼皮之後 再往外推出去 其實就很像是畫一個圈圈這樣子 那這樣的一個呢 暗柔的方式其實 也是最簡單的來促進循環的方法 其實你按的時候 你只要稍微覺得 有一點點刺刺痛痛的 那代表你真的有按到穴位 有事沒事你就是揉一揉它 按一按它 那針對第三種呢 第三種凹陷型黑眼圈 就是老穴那一種 大概就是 歸因先天體質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老化因素引起的 像這樣子的方式 大概就很難說我 透過什麼樣的保養程序 不要讓它這個更惡化 所以這時候就可能會需要 透過一些醫學的方式來進行治療 要花錢是不是 可能會需要透過做填充物的注射 去改善這樣的狀況 那有的人甚至需要做到手術的狀況 醫生你覺得我們靠保養品 也有可能也達到一點點效果嗎 我覺得保養的部分 可以幫我們做到大概就是好的保濕 皮膚這個結構上面 我們大概不太可能做到 讓它回復整個膨起來這樣的一個狀況改善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讓皮膚變得比較水嫩 含水度比較高 看起來自然就會有一種提亮的效果 就可以改善我們這個黑眼圈附近 看起來暗沉 就看起來不那麼明顯 對 沒錯 我也知道那個填充型的 大概一CC可能是八千嗎 那一CC大概的價格會在一萬五到兩萬五 喔我剛剛還過便宜了喔 一次大概可以維持一年左右的時間 好也就是呢你可能花個兩萬好了 可能兩萬對你來講還是一筆大開銷的話 我們就情能補著好了 我們當然知道靠保養品沒有辦法讓它真的不見 但是呢我們可以藉由保養呢 還是讓你可以達到一點點美化的效果 就是你可以擦眼部精華 你可以適時的搭配一兩片的眼膜 來做特殊的護理 一週你可以進行的一到兩次 然後前面我們跟大家分享的這些呢 舒緩的按摩呢 你可能也要加進來 但是你還要加一個按摩是什麼 就是提拉緊實的按摩 一樣是利用你的手 中指跟無名指的指腹 然後一樣從眼尾開始 一個動作就好了 記得是要有力道的喔 往眼頭之後 變成剪刀手 再往上 然後到太陽穴這邊做一個提拉 就是在你擦完產品之後 你可以簡單的再加上這個動作 持之以恆 多多少少對於你眼周的一些鬆弛的線上 還是會有幫助的 因為畢竟你前面也有產品的輔助 其實保養上面 當然可以幫助一些忙 但針對像凹陷型 黑血圈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如果真的要尋求醫美治療的話 我覺得很重要的事情是 你一定要跟醫生 詳細的討論清楚你的需求跟期待 因為我們可以選擇的治療方式其實很多 你可以從填充注射 可以到手術的方式去改善 順著每個時間點 在這個老化的過程當中 優雅的老化 我們的目標不是讓你煩老還童 所以我們今天這一集的結論就是 請大家記得要優雅的老去 就是這樣子嗎 所以我們前面講的這些保養方式 跟建議的方法其實大家當參考好了啦 重點就是我們都要優雅的老去 所以其實黑眼圈這件事情 大概還有很多可以聊的地方 那如果說呢 你對黑眼圈還有很多的疑問 甚至比如說你還有 除了這三種類型的黑眼圈 還有其他類型的黑眼圈 你也想跟我們分享 記得留言給我們 我們會再找時間跟大家討論喔 來吧 等一下 這樣吧 有嗎 來吧 好